- 神秘奇幻的主題故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秋 來聊聊神秘奇幻的主題故事 克蘇魯神話的系列影片 前面已經講了兩集 感覺大家對於這個主題的興趣還蠻高的 也有些人留言 希望我能夠多做幾支 跟克蘇魯神話有關的影片 剛好我自己也蠻有興趣的 所以今天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位知名的邪神 他就是邪神裡面最強 讓人聖職扣最兇的BOSS 阿薩托斯 如果大家喜歡克蘇魯神話的系列影片 別忘了給我的影片按個讚 留言給我 並訂閱我們頻道喔 未來我還會繼續跟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好看的神話奇幻故事 拜洛夫科拉夫特的好友德雷斯所賜 部分恐怖小說家在創作時 會借用跟創造克蘇魯神話有關的概念 把這個深邃未知的暗黑世界觀 延續得更豐富 經過了四大元素跟善惡分類 還有桌遊公司的推波助欄 我們大致上可以把克蘇魯的眾神分成三大類 外神、舊日支配者跟古神 所謂的外神就是宇宙級的邪神 能力最強 舊日支配者能力稍微弱一點 屬於行星級的邪神 古神就是巴菲特 XX不是啦 是地球上最早存在的古老神明 跟前面兩種邪神是敵對的 今天要講的主角阿薩托斯 則是整個邪神裡面的最強宇宙級 不只如此 他還是宇宙級裡面的帝王 地位差不多等同於其他神話的至高創世神這樣 甚至啊可以這麼說 整個宇宙都是他意志的展現 那就讓我們來看一下 阿薩托斯的形象是什麼樣子的吧 先跟大家提一下 現在我們熟知的克蘇魯神話 已經是一個半開放式的多人創作世界觀 當然就不會只把介紹的焦點擺在創始人 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上 雖然其他小說家的部分設定 跟創始人是有些出路的 但我也不會因為洛兄是開創者 就說其他人的補充設定 是在扭曲洛兄的本意 然後避而不談 進入正題 根據洛夫克拉夫特創造的世界觀 阿薩托斯居住在宇宙之外的混沌宮殿裡 很多無形的藩神圍繞在他身邊 時而跳舞 時而打鼓吹響笛聲 時而口出諱言 都為了取悅或安撫這位邪神領袖 不過洛夫克拉夫特在創造阿薩托斯時 也不是一開始就把他的形象都想了完整 而是掀起一個頭 再由後面的人幫他補上更豐富的設定 最一開始 阿薩托斯出現在1919年的一張便條紙上 洛夫克拉夫特在上面只寫了一句話 阿薩托斯 駭人聽聞的名字 從這時候就感覺得出來 在洛兄的心中已經把他認定成一個恐怖強大的存在 1922年 洛夫克拉夫特完成一篇短篇小說 標題就叫做阿薩托斯 可見這個名字對他來說是很有分量的 但令人意外的事 這篇小說跟我們熟知的魔王沒有任何關係 你可以說就是一個文不對題的作品 洛夫克拉夫特也沒有特別解釋 為什麼這個小說名稱是阿薩托斯 但內容卻跟後來大家熟知的魔王形象沒有半點關係 合理推測 這時候他還在發想阿薩托斯的設定 這部作品或許就是他腦中靈感的一些呈現 一直等到1926年的作品 《夢寻秘境卡達斯》 阿薩托斯才正式在小說裡面出現 畫面上的這段敘述 概括了我們對這位魔王的主要印象 也是他被稱為原初混沌的核心原因 在洛兄後來的小說 像是來自尤格斯的真劇 《暗夜尼南》 《納相管驚魂》 《魔女巫中之夢》 門口的東西與烈黑行者中 都有一些關於阿薩托斯的字句片段 逐步完整了他的形象 綜合洛夫克拉夫特的小說來看 他把阿薩托斯塑造成一位 具有終極力量的宇宙支配者 但諷刺的是他卻毫無知性與靈魂 是盲目吃魚之神 也就是說他沒有辦法主動 自由地去做一件事情 就好像一個小嬰兒 手上握著核武開關一樣 旁邊的人必須討他歡心 以確保他不會亂按 或不小心把開關按下去 坦白說啊 應該有不少人覺得 洛兄的文筆好像有一點抽象隱晦 不太好懂 這其實不是翻譯的問題 而是洛兄心中的克蘇魯世界觀 就是這個樣子 宇宙的眾多邪神 都是人類難以理解的存在 是虛幻混沌且不可知曉的 所以才會有人類不幸看到他們 會聖直咒降到發瘋 或直接暴斃死亡的現象 而洛夫克拉夫特也是有意這樣寫的 因為呢 阿薩托斯混沌邪惡 但欠缺自由意志的形象 恰好表現出自己作品中 冷酷沒有目的也沒有道德觀的宇宙恐怖本質 甚至後來還有一種說法 說宇宙的一切萬物 只不過是阿薩托斯的夢境罷了 哇塞 這好駭客任務啊 對了 應該也有人聽過 阿薩托斯萬物之主的稱號 這也是來自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 來自尤格斯的曾駿 他描述阿薩托斯 是把奈亞拉托提普創造出來的造物 破壞殆盡的吃魚混沌 是個會不斷講夢話的萬物之主 洛兄的好朋友 德雷斯是覺得喔 這種世界觀有點取高何寡 你自己寫的很爽 但讀者看不太懂 就沒有辦法把作品擴散到同溫層之外 相當可惜 所以他在自己的小說裡面 就更具體化了阿薩托斯的形象 說 舊日支配者跟古神展開了大戰 而指揮他們的乃是魔王阿薩托斯 跟他的副手尤格索托斯 後來 德雷斯版本的阿薩托斯跟舊日支配者 被地球古神擊敗了 阿薩托斯也被剝奪了理智 變得盲目吃魚 這當然就跟洛兄說的 阿薩托斯原本就盲目吃魚的設定不太一樣了 總結一下身為邪神之手的阿薩托斯 力量極度強大 在1939年亨利·庫納特的小說《海德拉宗》 就曾經這麼說 一切存在均是萬物之王阿薩托斯的思考所創 後來也衍生出了 宇宙不過是阿薩托斯的一個夢 待他夢醒之後便會消滅的設定 雖然有些人認為這種說法是腦補過頭了 在宇宙與萬物誕生之前 阿薩托斯就已經存在 但是沒有人知道他是怎麼誕生的 也沒有人真正見過他的樣貌 因為只要見到他的瞬間 你就已經被毀滅了 他的意志是無規則且不可名狀的 他是整個宇宙的核心 邪神們的領導者 也是整個宇宙中最可怕 最無法被理解的 不自由的至高神 克蘇魯神話的邪神 每一個都這麼可怕 甚至還正常的人類 基本上都不會想去拜他們 除非你真的瘋了 但總是有幾少數的異類會想去拜 不過光是拜喔 還想把他們召喚出來 呵呵 你說是不是有病啊 不過當然不可能召喚本體 只能召喚出分身 反正看到都是死哪有差啊 在拉姆西坎貝爾1964年的小說 《夏蓋星的妖蟲》裡面 坎貝爾說夏蓋蟲族 是阿薩托斯的崇拜者 他們在神廟裡面進行獨神儀式 試圖召喚魔王 插旗插好插滿 後來夏蓋蟲族 真的把阿薩托斯的一個化身 薩達赫格拉召喚出來了 結果不意外 讓自己的星球被毀滅了 神經病 據說更早之前 在火星跟木星旁邊的星球 也是被受召喚而來的阿薩托斯給打爆 形成了小行星袋 後來部分從自己家園逃出來的夏蓋蟲族 就降落到了地球英國賽文河谷附近的某個森林 故事主角謝伊 在進入了阿薩托斯神廟後 發現了一座6公尺高的雕像 也就是阿薩托斯的化身 薩達赫格拉 這個化身長什麼樣子 大家搭配畫面上的圖片 會比較好理解 巨大的兩片對開狀貝殼模樣 從半開的殼內生出多條多結的圓柱狀胃族 一張長著凹陷眼窩的五嘴面孔 從體內向外窺視著 不過在克蘇魯的呼喚桌遊中的插畫 倒是把它化成了無限膨脹 增生累積的觸手與肉塊就是了 根據洛夫克拉夫特的諸神普系設定 宇宙誕生之初最早只有阿薩托斯存在 後來他生出了黑暗、無名之物還有奈亞拉托提普 也就是克蘇魯神話中知名度很高的三柱神 黑暗是最早被生出的 由黑暗中誕生的至高母神蘇布尼古拉斯 他擁有強大的繁殖能力 有種說法是 包含克蘇魯在內的行星極邪神 還有宇宙一切的生命都是他生出來的 所以又被稱為孕育萬千子孫的生之黑三羊 而無名之物則誕生的尤格索托斯 他是時間跟空間的支配者擁有無窮的智慧 是巫師跟術士們崇拜的至高神靈 諾夫克拉夫特藉由死靈之書的解釋 說他是銀之門的鑰匙 也是銀之門的守門人 而第三位奈亞拉托提普被稱為阿薩托斯的信使 負責傳達跟執行阿薩托斯的意志 但包含奈亞拉托提普在內 沒有任何生物能夠清楚阿薩托斯的意志是什麼 另外有千面之神稱號的他 可以變化出多種不同的形象 常畫作鮮瘦高大的黑皮膚人樣在地球上行走 在克蘇魯神話中 奈亞子的形象是最接近傳統惡魔概念的神 總結一下 可以說三柱神是底下仲邪神的祖先 而作為把三柱神伸出來的阿薩托斯 當然也就無庸置疑做武人邪神帝王的寶座 介紹完克蘇魯神話的宇宙帝王阿薩托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有趣的地方 許多文明神話或奇幻世界裡的至高神 幾乎都有全知全能的特性 無拘無束 只是看他要不要干涉世界而已 例如說 托爾金奇幻故事裡面 至高神伊魯維塔 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 但阿薩托斯卻不一樣 在克蘇魯神話裡 他雖然無所不能 但卻盲目吃魚 看起來就像是一個生活無法治理的肥宅 需要透過三柱神的協助 這樣的形象 有點類似奇幻故事裡 已經開始累積力量 卻還沒有完全復活的大魔王 雖然沒人真正見過魔王的恐怖 但多少都聽過傳言 只要魔王復活 世界將被完全毀滅 無復存在 這種誇張的設定 某種程度 就體現在魔王阿薩托斯的身上 不過即使邪神們再恐怖 如果說 萬物都乖乖遵照自己 屈生必死的本能 應該還是可以讓自己的聖職 不受影響吧 但偏偏 人類旺盛的好奇心 讓我們越來越有機會 接觸到這些未知恐懼的真面目 到了現在 你會發現 有越來越多人 在挑戰自己脆弱本能的極限 只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 跟求知欲 我想 阿薩托斯這位邪神帝王 如果有意識的話 應該會覺得我們都是 不見棺材不掉淚吧 最後 我想問問大家 如果說 這個世界 不少和你生活有關的秘密真相 都跟阿薩托斯 這個宇宙終極恐怖的存在有關 你 願意去挖掘 或願意繼續探索下去嗎 可能 我這樣問比較直接 你是想要無知活著 卻幸福快樂 還是想要知曉真相後 陷入瘋狂與死亡呢 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吧 好啦 這起事件就說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們分享的故事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也別忘了打開小鈴鐺 你的訂閱、按讚與留言 就是我創作的最大動力 之後還要跟大家分享更多 懸疑怪奇的事件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